同温经典,一股间经 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来读孙子兵法,来读谋攻天 今天呢,讲的是故知胜有五 知可以战于不可以战者胜 孙子讲五个知胜之道,讲的是知道胜利的方法 而不是知胜之道,不是讲在战场上取胜的方法 胜可知而不可为的思想 不指望在战场上靠运气获胜 而是在必胜的条件下,一战而定天下 所以第一条就是知可以战于不可以战 动手之前你要知道能不能赢 这对于判断力啊,其实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 你怎么知道自己必胜呢 你认为必胜,结果真的就赢了 那你每次都这样,你不成了神仙了吗 你成了那个章与保罗了 而我的实际工作体会当中 有一个认知就是必胜其实是不可治的 但是必败其实是可治的 比如你做一个方案 最重要的能力不是出创意,而是出判断 就是随时知道自己走到哪儿了 你能不能得手,这个项目能不能谈下来 所以说判断力是创造力的前提 你只有在判断当中去创造才是真正的创造 否则你把你想讲的内容,想说的内容全部给说出来了 最后客户不买单 那就只能叫狂扶之言和圣人则智 你让别人来对你的话做出判断了 人性的一个弱点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厢情愿嘛 西方有句谚语啊,他说我们相信一些事 只不过是因为我们希望它是真的,所以我们才相信 我们假定一厢情愿,这个因素在我们的判断里面会占有三分 那么你认为有几凡把握的时候呢 先把自己这个三分之一的,这个三分的一厢情愿的分线减掉再想想 比如说我们有十分把握的时候,减去三分就是七分 假如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那就有七成的概率获胜 那赢面已经很大了,成功是偶然的,失败是必然的 这个认识很重要,所以不要轻取妄动 十重寡之用者胜,知胜五道第二条,叫十重寡之用者胜 就知道兵多兵少怎么用的人能够胜利 孙子英尔每一句话的心情上都很大,这句话心情上其实也不少 十重寡之用,就是能带兵,能带队伍 以下如果概括的话,大概有一下三个方面 一个是知道需要多少兵 比如说秦王阵要灭除,朝廷开会需要多少兵吗 王俭认为非六十万不可 李姓说不过二十万人便可打败出国 秦王阵当然喜欢李姓了,因为王俭老了不堪用 你要派兵派那么多人干嘛 于是就派了李姓和蒙田率军二十万去南下发城 结果打败而归,七个都尉都被斩了,是成为秦军少有的打败杖 秦王赶紧去给王俭陪道歉,请他出山 王俭的条件还是六十万 王俭率军到了楚国,驻扎下来,迎门一关,也不打了 每天就开运动会,搞体育比赛 因为他兵多,楚军也没有办法来打 就这么耗了一年,楚军熬不住了,他是频频调动 楚军一调动就露出了自己的破绽 于是王俭挥势出击,一举简别的手 匈奴缠于莫多,血性轻薄吕后,吕后非常神奇 向发兵讨伐,反快激情眼说 他说给我十万兵马,我横扫匈奴,大家都负荷要打 这个时候呢,几步打败一刀,打败神 说反快可斩业,当年高祖三十万大军在白灯海被围了呢 陈平用计讲和才放回来 反快难道你比高祖还厉害吗 以后冷静下来,给莫都回来一封不备不亢的信 还是和亲友好 第二呢,就是你能带多少兵 这是一个管理问题啊 一个组织动员的能力 你能带一个班,一个排,一个团,还是一个军 刘邦跟群臣讨论,谁是谁,能带兵多少 我韩信,你看,我能带兵多少 韩信说,陛下能带兵十万 多了,你就搞不定了 刘邦就问说,那你能带兵多少啊 韩信说,我妈多多益一闪 再多的兵都能带 百万之士,只会如我手臂 所以打仗的本事啊 人们看到的是谋略勇敢 因为那里有故事,有贪字 男女老少的都爱听,广为流传 但还有一个不被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能力是什么 组织动员管理的能力 管理的事讲起来很枯燥 人们也听不懂,也不爱听 韩信打仗的本事为什么大 为什么比别人都大呢 他谋略当然很厉害了 韩信带兵多多益善吧 这句话里面我每个人可以想想啊 我能带多少人的一个团队 我能管20人的一个公司 和管200人的公司不是一回事 2000人,2万人,20万人又是另外一回事 像富士商那样管上百万人 把人都管疯了,管自杀了 前面说的王剑带60万 在敌营之内,敌进之内驻营,一年不打仗 天天开运动会 关键的时候一击制胜 这60万小伙子极堆啊 一年不干活还没出事 这都是管理的大本事啊 第三就是兵怎么带怎么用 所谓致重如致寡 韩信带兵多多益善 给他100万兵就跟他带100个人一样方便 这就是所谓的一套组织架构和管理体系 在后面的形式虚实篇当中都讲了这个问题 组织架构就是从小到大战斗单位的设计 古代打仗最小的战斗单位是五个人 七级光脚窝扣 设计了一个12人一组的鸳鸯阵 林彪发明了一个一点二面三山志 以三个人为一个最小作战单位 包括今天的特种部队 其实也都是以三人为一个最小作战单位 从三个人的一个战斗小组 到上百万的大军 他指挥起来就像指挥自己的手臂一样 方便自如 这个水平就很大了 原文叫上下同欲者胜 知胜五道当中的第三 上下同欲者胜 上下同欲者胜知不知道的都说知道 大家都知道上下同欲者胜 但是王阳明用知心合一的观点来说 没做到就不是真的知道 那几乎就没有什么人知道这个意思了 上下同欲者胜 人们自然要要求别人同自己的欲 特别是上要求下要同上的欲 就是领导需要下手去跟上司的思想保持一致 很少有人理解是自己要同别人的欲 要跟从别人的欲望 理学家说叫存天理灭人欲 王阳明说天理寄人欲 两个欲不是一个欲 灭人欲是要控制自己的欲 寄人欲是要顺应大家的欲 左章里面说从欲 以欲从人则可 以人从欲 先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自己的心愿跟随着大家的心愿 那么这个事就能成功 如果大家的心愿跟着你自己个人的心愿走呢 那很少能赢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上下同欲这句话来理解一下 叫做同他人至欲者胜 这就回归到利他还是利己的大道理了 对于员工来说 你要始终站在老板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那你进步就很快 而对于乙方来说 你要始终站在甲方老板的立场 乘则零 你的业务就会稳定 对于老板来说呢 你要有员工思维 反正是站到员工的立场上去看一看 服务员工 关注员工 就有人愿意跟你干 而对于企业来说 你要始终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 不要总想着利用信息不对称来去赚钱 而需要实实在在的为消费者建立起别人做不到的产品和服务体系 你就成为百年品牌 上下同欲是怎么做到的呢 首先 我们要承认上下是不同欲的 因为你知道不同 你才想办法去同嘛 你认为别人什么都应该跟你同 什么也不需要做 那就永远没有人跟你同了 上下不同于是韩非子所说的叫君臣毅力 君和臣利所在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曹操法东武 孙权开会讨论是站还是详 群臣都说谈不过 你看刘宗都详了 安排的还挺好的 所以咱们也详了算了 跟他谈个好条件 鲁肃趁着孙权上厕所的时候跟他跟出去 对孙权说 主公啊 我们都可以想 但是您不能想了 孙权问为什么 如素说我们做臣子的换一个主公 还是一样做官 家财什么利路都有保障 您呢 如果您想了您做什么官呢 孙权就明白了 必须要他 这就是君臣毅力 人家不是说吗 叫公司倒闭了 员工可能跳槽 老伴只能跳楼啊 君臣毅力上下不同意 你该怎么办 韩非子的逻辑是在君臣护士做交易 就是建立一个公平透明的激励机制 这君不必人 成也不必忠 在这个机制下自然君王仁爱 群臣忠勇 所以君臣之间啊 不要讲感情啊 什么保恩啊 爱戴啊 之类的话 但是每个人都必须忠于自己的角色责任 忠于自己的职业精神和操作和游戏规则 在机制设置上 假设每个人都是坏人 让坏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只能做好事 在道德品质上 提倡每个人都是好人 让好人好上加好再加分 这就能形成 上下同于这身 以余乃不于这身 之胜五道之四 以余乃不于这身 于就是预料 预备防备的意思 成语叫尔虞我战 那个于呢 就是互相防备互相欺骗的意思 左站说 不备不于不可以施 就没有事先准备啊 没有周密的防备 那是不能带领部队的 孙子兵怕说 无事起不来 事物有以待之 无事起不攻 事物有所不可攻也 就不能料定敌人不会来攻击 要有准备 来了我也不怕 春秋时期 无处交战 两军相距三十里 雨下了十天时夜 晚上都看不见心情 漆黑一片 储君的左使 对打将军自欺说 这么恶劣的天气 吴军肯定认为 我们没有防备 一定来偷袭 不如备置 于是呢 列号正式顿待他 你看吴军果然来了 你看储君 严阵一带 站不到片里 于是呢 转头就车了 这个时候 储君也没有追击啊 因为他知道 有所防备嘛 你等吴军走远了 左使就说 他们往返六十里 回到营中 又累又饿 大将要休息 士兵要吃饭 肯定防备松懈了 于是咱们 急行军三十里 摸上去 定可一鼓而破之 储君一计而行 果然呢 打破吴军 你看刚开始的时候 下的大雨 储君列政 等着 吴军不来怎么办呢 那不是白准备了 我们经常听人说 我白准备了 我白浪费了 这个观念 就是兵法要反对的 兵法拜言 他说 宁实 我有虚防 不是彼得失常 就宁可我白准备 也不能让他 万一来了 就让他得手 绝大部分的准备 其实都是白准备 因为准备 本来就是不防一万 就防万一的嘛 所以每次有效的准备 背后都是 九千九百九十九次的 白准备 左使啊 并不是料事如胜 他料定 吴军一定会来 其实也不是 他就是完全按流程操作 做好准备 吴军如果不来呢 那士兵们怨声 再到这件事过去了 那就不会写件事书里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吴军来了 他就命垂青史了 两千多年后 我们还知道这件事 可见 这样的事情 其实很少发生 大部分人都不会去准备 一位在法国到达尔公司工作的朋友啊 跟我说 每次啊 在公司开大会 都有一个安全观 先做半个小时的安全介绍 酒店有什么情况 什么走火通道啊 怎么安全 逃生啊 逃生门在哪儿 防火面具在哪儿啊 灭火器在哪儿 如果发生火灾啊 按什么程序逃走啊 如果自救啊 互助啊 急救啊等等 这就是按咱们百年大计 进度第一 质量第二 安全第三的价值观 这个半个小时的 跌跌不休 实在没什么意思 但是 以防万一呢 你防的不就是万一吗 我们很多家长孩子坐车 都不给他背那个什么 儿童座椅啊 认为没事 那么我想呢 你万一有事 那真的就麻烦了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以于待不渝者身 他有一个理解 就是机会属于有准备的人的 人生就是一个 不断的去埋下伏笔 然后寄回来的时候 你都准备好了 那你就赢了 作战其实就那一下子 我们99%的工作 其实都是准备工作 这个道理啊 不过确实也太深 人们容易看到的战利品 多少都是时间 资源配置 总是向着收割去倾斜啊 不是向准备去倾斜 只问耕耘 不问收获 我看到很多企业的劳总啊 把收获的工作交给经理人 自己做的 自己 因为今天的收获 都是他三年前耕耘下的 他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都关注在那些新的耕耘 去为未来做准备当中 将能而君不遇者身 就是此无者 至身之道也 这是至身之道的最后一条 将力能干 君主又不干预者能应 司马法说 进退为时 吾约寡人 就不管皇上说什么 进退都要根据形式 来去判断和决策 司马爷和诸葛亮 在五丈元对峙的时候 司马爷不出战 诸葛亮偏偏羞辱他 还送女人的衣服给他 卫国将是受不了 甚至也认为司马爷胆小 群情汹涌 个个要打 司马爷说好吧 那我即刻向皇上请指出战 朝廷接到司马爷的请战书 马上就明白他的意图 就是要演戏 要皇上配合 于是派一个天子使节 站在军营门口宣誓 敢问战者 诈葛亮听说之后 他要是能治我 还用向天子请战吗 假装说天子不许出战 这是不能治将 诸葛亮辞语啊 是引用了孙子冰法 叫将门而军不御的典故 司马爷要军御 那他就是不能治战啊 不过司马爷的要求 军御啊 是假装的 是演戏的 诸葛亮心里明白啊 五丈元这一仗 他始终没有打成 于是就在这个军中并故了嘛 古代拜大将与太庙 有一套的仪式 国军亲手拿着象征 蒸伐敌人和统帅下属的 身杀大权的那个月 是一种斧子啊 实际上不是兵器啊 但是 他是一种刑具啊 然后有点像是那个礼器 国军呢 先倒着 执月啊 扶柄呢 对着大将给他 然后他说 从事以上至天者 将军至至 啊就是国军 执着秉此啊 刀刃 对着大将 交给他 说从事以下之冤者 将军至至 这就是管天管地 全部权力都授权给他的意思 将军啊 军不欲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啊 兵法天天说啊 人人都认为这是 这是对的 但是这句话 是一个理想的状态 很少能成为客观事实啊 执弱于兵法这一条啊 往往将领会死得很难 对于大将来说 管着军事 战场上升息万变 当然不能适时 请示皇帝 对于皇帝来说呢 皇上管着政治 内政外交 敌国叛军 内部阵敌 他的压力比大家还要大 而最大的筹码都交给你了 他能不派一个监军 就已经很不错了 你还要他不管不问 那他一定得焦虑症 所以兵者国之大事 死神之地 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夜 国军时时刻刻 处于生死存亡之中 你要不发表意见 不干涉行动 怎么可能呢 他时时刻刻 其实都在对你做出判断 所以国军要克制自己 学会适当放弃自己的判断 比如说安史之乱的时候 郭书涵首通关 我们说过很多次了 他坚守半年 就是不打仗 行事慢慢有力的时候 唐玄农逼他出战 唐玄农为什么判断 可以出战呢 一 是君王骄傲 他根本不接受 阿鲁山可以反叛 给他这一事实 所以呢 之前斩了作战 玻璃的大将 这个风长青 高先知 其实他都是唐朝最优秀的大将 自毁长城 这下呢 形势豪转了 马上想一举 污蔑亚如山 出口恶气 第二呢 是杨国东啊 不断的在旁边 闪风点火 因为他和 他哥 郭书涵是四敌 所以只要 郭书涵想做什么 他反着来 所以从唐玄农的判断上来说 并非是一个清晰的分析判断 很大程度上是情绪 是不接受失败 不接受委屈 马上要干一场 这样的意思 虽然郭书涵苦苦见真 说不能打 不能打 你就听我的吧 再守半年 之后再怎么样 杨国中的谗言 还是发挥的作用 杨国中一闪风点火 玄农就认为 自己的判断没错 还杀他 这于是 郭书涵出关 全情覆没了 从郭书涵的角度上 还是吧 不能让玄农信任自己 这就是最大的不能 你不能说他是将有能 从杨国中 斗得你死我活 他失败的主要原因啊 杨国中是小人啊 但君子有的时候 就得和小人交朋友啊 没办法 即使做不到 至少也有这个意识 历代 依靠太监办成大事的 智势能臣 哪多的事 张居正就是 将能而君不遇 君主要想的是 只要不是马上 见死见活 一输就输光的 不如放弃自己的判断 让你的输下去赶 对于大将来说呢 不要把君王 伸过来的手给挡回去 让他随时可以插手 让他感觉你是透明的 对他不设防 这样关键的时候 你非要自作主张坚持 你的坚持才会更有说服力 这是今天和大家说的 非常重要的内容 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 我们下期再见